我们这个团队 他讲好听一点叫做一个艺术性的工作 排电 如果大家都是以那种很积极的心态 想真的我们是一个团队 去做好他的 那么每个人他想的方式 是会往一百分那边去靠近 老爷把他这个名字 其实是一句朝鲜 就相当于普通话的那个 佛祖保佑 就是我们一句口同的祈祷语 因为朝鲜人都很喜欢拜老爷 可是很多时候 不知道他们在拜什么东西 那么人们对他的认识 多来自于那个妙女 或者是来自于传统的朝鲜戏剧 那么我们要把他 拉到凡人的生活里 然后我们让他跟凡人一样 有饮食情趣 有食育哀乐 我们就想说 能不能拍个作品 自己表达我们想讲的东西 同时也把朝鲜地区一些有魅力的 和大家还没有发现的东西 把它展现出来 所以我们肯定要组在足迹 跟老爷子一起来 当手呢 今年春节过年之后 就组织了一个 那个演员的试镜会 那么这个试镜会呢 当天来的 占大多数的就是 新错编的演员 为这些人的到来 所以吸引了 其他的年轻人一起过来 所以当天的氛围非常好 他还在表现 那我们对老爷的角色 这个设定呢 老爷他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人 所以呢 我们选择这样的男演员 也是看中他还留有这份青涩 能够在参与剧本的讨论 跟编剧跟导演讨论说 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能够 降演比较自然一点 更好一点 就是说他能对剧本的再创作 有建设性的意见 师父的形象也是一个老爷 那么他相对于男主角来说 他是一个修行 见识都比男主角要深厚的多的一个形象 所以我们选角色的首选要求是稳重 女主的话呢 我们希望找的是一个比较稳静 柔弱 其实蛮典型的那种潮汕女生的形象 可是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能够比较理性去判断 为什么要选陪选来演绎这个凡人 就是因为他够健 我觉得演小三那个男生挺突出的 因为我看了我讨厌他 我根本就不相信他那样鬼老爷 有些东西是演员自己本身 无法去挖掘认识到的很多问题 只有在摄影师啊 编导啊 导演啊 这些在旁边观看的人 他们才能看出一些需要改进的一些问题 导演是这个作品里面最灵魂的一个人物 就工作很认真 然后安排什么都一通道 考虑事情很周全 这样跟他工作之后 我非常地敬佩他 非常地佩服他 就是觉得他在指导演员还好 还有整个大学观都要优秀的很多 就我们剧组人都知道 他都是最后一个吃饭的 有可能就是那一段就略过不吃的那样子 他自己在那么高强度的工作情况下 他依然能够保持一种非常积极向上 这种情绪还能够去感染到 剧组其他的工作人员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其实编剧他把剧本做出来 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了 编剧是比较万能的一个人 有阿萨哥哥在旁边的话 就觉得一些事情很容易 就能够比较顺的举行开来 我们尽量争取在十多分钟可以到 阿康的话我觉得 我觉得把剧组影像专业的第一人 各自会的设立 各种工作的分配 都是他一手推动起来的 从康哥身上学到的东西 最多的一点就是说 有些时候你想的再好 你一定要有这个执行力 去把它做出来 他形成了自然的环绪 环织的效果 就真的很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加入这个剧组 不只是说来帮忙 而是能够自己学到一些东西 利用有限的器材去做一个更加好的东西 谢谢康哥 教我做人 教我打灯 设置在现场看演员的表演 负责的不只是对焦 固图 他们通过在镜头后面观察演员的表演 是否能够被演员所打动 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展望 交流是非常珍贵的一些东西 像在拍一个长镜头的时候 轨道从一间房子穿过另一间房子 到达第三间屋子 就会有很多抖动 怎么避免抖动的问题 我得跟设置组的其他同学一起商量 然后在一起磨合解决 为什么会答应做收音这份工作 没得挑门 本来我想给自己一百分的 但是因为真的徐一平为我撑起太大一片天了 所以我觉得我八十八版比较好 然后这一部电影大概是我唯一拍的 或者是最后一次拍的一部电影 这个剧组可算是 三大新闻学院开始拍片子以来 操作的最有条有理的一个剧组 然后每次出队都很团结 就一群人这样子 至少我在这里七年来 我看到了这么多剧组 老爷宝贺算是比较起心的一组 最大的困难就是随着那个拍摄的进行 自己的学业上面也有一些任务 时间可能会不够 一开始我是挺不习惯的 但是后来我慢慢地融入了这个剧组 有同一段时间就女生们都生病了 然后男生们就会车出去说 赶紧去看医生了 就算是又很专业又很旺的一个剧组吧 常常有人说老爷宝贺这部片子 是不是为了宣传本土文化 但其实我们做的还没有到宣传本土文化 这样的一个心上 我们只是做一个本土文化 最忠实的记录者 人类不作老爷强春 人类不作老爷强春